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近几年来 随着汽车市场发展的如火如荼 ACV领域的七座车型也曾经备受欢迎 同时正好赶上了前两年开放的二胎政策 消费者对于大容量车型的需求也是越来越高了 所以很多汽车品牌厂商都投入到了七座车的研发中 不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曾经这首可热的七座ACV如今明显荡了下来 感觉就像是一阵旋风 刮了就走了 仿佛一夜之间大家都对它嗤之以鼻 其实七座车的涉度降低是可以预见的 从近年来 一些新式的推出也可以亏见端倪 大众图王也是曾经上市很受欢迎的一款七座ACV 而今年三月底纽约车展上 大众推出了全新五座版概念车 Altars 外观上该车沿用了家族传统设计 为了增加动感 进去隔山和系列大灯组采用了夸张造型 并且相辅相承 车身线条也更加易朗丰富 虽然布局变了 但该车沉寸基本保持一致 因此内部空间仍然十分充裕 除此之外 东风标志也不敢落后 东风标志推出了标志5008 也是五座版本 并且起步价大约为22万左右 五座版和七座版的设计风格大致相同 只是因为布局改变 后备箱的容量也相应增大 可以看出 汽车厂商们都采用的是砍掉第三排的方式 先增了五座布局的车型 可见大家对七座的热情 确实不如以前 同时 ACV车型又有独特造型 一般七座车的第三排空间都比较拥挤 再加上七座车没有享受到免检政策 需要花费时间金钱在检测上 每年缴大的保险费用也更多 因此五座ACV可能是更好的选择